接上大更新 没有错 又是大更新 我真是服了 全新超凡角色 事业卡丽 严重武器为维京互相系列 提升武器的攻击距离 并且提升伤害 在实战中 提升还是肉眼可见的 强度上了一个档次 还不错 在大战变弧之中 技能效果为 获得护盾同时 提升弹药量 护盾分在期间 提升伤害 护盾迫使 提升自身一束 个人感觉比较激烈 那到底怎么样呢 在游戏看一下 先停一下 我们今天先播夜了 我们今天的话 视频开始之前 先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个角色 为了给大家 更明显的比较一下 这时候我们 没有用这个新角色 我们用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武器 站在最底下的时候 它有点是刀不到 这么一个僵尸的 这时候 我们换成这么一个 新角色 很轻松 我们这个右键 就能够打到 前面这个僵尸 我们的新角色的话 对于马克的提升 是提升了 它的攻击距离 以及一个伤害 然后G的话 是提升了两米 所以说很夸张 很夸张 别的角色打不到 而我们这么一个 新角色就可以打到 很crazy 是不是 好的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把武器 就是我们的马克三 来对比一下 我们这个老角色 也就打不到 拿着卡利 可以发现 很轻松 就能打到了 各位 大家可想要知 这个提升 这两米 我去 很夸张 说实话 哦 Oh yeah 哈喽我是小徐 国服上的更新的话呢 是更新了两个全新角色 我们今天就来玩两个角色之中的 其中一个 就叫赤燕卡丽 这个角色的话呢 是一个金发双马尾 长得话呢 也是可爱系的女孩子啊 然后联动武器为 围巾步枪系列 这的话呢 小徐需要注意的是啊 围巾步枪系列指的是 围巾123全部都享受到 这么一个加成 然后卡丽这个角色 对于围巾的加强 是加强它的一个攻击距离 从原来的10米 涨到了12米 然后的话呢 加上它的一个右键伤害 就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一个加强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现在的话 是围巾1这把武器 可以发现攻击距离的话呢 站在车头上面 基本上是能打到下面降生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马克1这把武器的话呢 是一把之前白嫖的武器啊 所以说 其实强度方面 小徐其实一直不是很看好 而且官方后面进行削弱了 从8级升到了13级 导致围巾1这把枪 其实说实话 我个人在深化这种 是基本上不会拿出来的 但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把武器 在深化这种强化之后的表现如何啊 强化之后的话呢 伤害方面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毛病啊 没有什么太多的提升 没有说夸张的 就是说200伤害 变600这么夸张 大概是涨了个一点点呢 然后它的右键的话呢 攻击距离是长了不少 大家可以发现 然后右键的话呢 我们来一下 大概是600左右一下 最后一段是来了个2000 来直接二阶段 一阶段 右键 虽然说一只将是没有杀啊 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呢 升级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因为马克1-85G 虽然说它强度不高 但是它的一个群伤 为它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升级条件 OK 这的话呢 切了两只 比我意想之中的好啊 因为原版 哎呀 我成 上面有个复活点 马克1-85G 在现在看来强化之后 依旧是表现一般般 但是比起原版来说 是好了那么一些的 然后今天的话呢 不给大家磨叽啊 直接来到了我们的 马克2实战环节 马克2的话呢 小徐这里的话呢 配件装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没有像上去一样 马克1那样子 装的是满配件的一个效果啊 是基本上就是 两个伤害配件啊 因为的话呢 相当于马克2是28级拿到这把武器的 在这个阶段 大家应该基本上都已经拿到 自己的一个手枪和近战武器 应该都不会去拿这么一个 配件武器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为了还原一个实战 所以说我们还是选择了一个 呃 其他的武器好吧 如果说选择一个配件武器的话 强度应该更高一点 然后马克2的话呢 是可以装配件的 我们装上了一个配件啊 马克2的提升 相比起于马克1来说 那就高了很多了 在28级这么一个 啊 已经是比较高的等级了 我们来看他这个强度怎么样啊 左剑大概是在100200左右一枪 我们这直接左剑收掉一个啊 不给他磨叽了 然后右剑的话呢 我们直接换掉 哎 已经介绍到奥阶段了 不要着急 僵尸比较远 我们打不到啊 我们可以稍微 等这个僵尸离得近一点 我们再打 啊 基本上我们现在这个武器强化之后啊 我们在蓝箱子上面 基本上下面这么一个僵尸 只要离我们是中近距离 基本上都能打到 啊 并且伤害很高 你们看 这个距离都能打到 强化之后 很夸张 啊 非常夸张 我们这的话呢 还有一发右剑 等一波僵尸 这边的话有个僵尸 然后的话呢 有个人类下去 被bot抓了 然后我们这边右剑 直接再切一只 五千一下 我们能想到的点位 我们都能够打到 僵尸靠近我们 我们能想到的点位 基本上都是能打到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右剑一开 右剑再切一个 OK 跟切西瓜一样 右两只 钉锤 一二 这样弹飞 好的 我们手枪的话呢 斩一个右剑 往我们大桥这边拉一下 好的 非常好啊 然后小徐朋友的话呢 也是跟我说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试这个角色 我朋友直接给我发消息说 哇 小徐这个卡丽这个角色 加强马克太变态了 马克重回巅峰啊 他当时这么跟我说 你们知道吧 但是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马克加上这个新角色 虽然说是有联动效果 但是说重回巅峰 有点太夸张了 毕竟以前的马克是21级啊 各位 重回巅峰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能够给马克带来一个不小的提升 如果大家有原版马克的 马克一二三 如果大家有这三把武器的 特别是马克二啊 如果大家有这把武器的 可以考虑去搞一个 但当然的话呢 没有这个角色 我觉得马克本身的素质也是不差的 不过有这把武器的话 可能会更上一筹人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边 大桥前面右剑 哦 又一切一只 然后再来一只 多波Q 还可以 黄波子咱咱咱K 然后来到我们一阶 后面有只隐身八臂 直接右剑 再切一只 好 还有门僵尸 我们这一局快结束了 哦 后面已经失变了 突然来了一波大失变 很夸张 还有门僵尸 来 这边有个小暴君 OK 这把的话 我们也是拿了个人类王牌 这一局 非常beautiful 好的 最后的话呢 就是来到了我们的马克三 不过我个人感觉的话 马克三其实都 就没必要加强了 说实话 本来本身素质就已经很高了 是不是 也不是什么边角道和奥机馆 是吧 本来素质就很高 所以说新角色 对于它的提升来说 可有可无 主要还是马克二和马克一 好吧 来我们这的话呢 来看一下 我们这局直接拿上我们的马克三 马克三马这吧 武器那更是凶残中的凶残 有一只僵尸 我们右键 直接切西瓜 夏天到了 炎炎夏日 该吃西瓜了 各位 前几天我朋友跟我说 小薰你要不要吃西瓜呀 我说 我当时就想 他开电名车过来 还得给我送西瓜 可能不太合适 不麻烦人家了 然后当时他就给我来了一句 那我不给你送西瓜了 那天我正好顺便 从你家这边走过去 那算了 既然你不要就不给你了 我真是疯了 那这边还有僵尸 来左键稍微点一下 马克这把武器的话呢 打这种 这个这个 太剑 开技能之后 也是有效果的 他并不是说不能充能 也是能够充能的 马克他的右键 可以说 你只要能够打到 可以打的物体 基本上都是能够充能的 哦 开局直接爽切 各位 哇 切蜜猴桃 切西瓜这是 太 太暴力了 真的各位 太暴力了 我们看能不能上三级 找个机会 我们把这把 马克三伸上一个三级 好的 右键 右一只 来 来 右键 两只三只 四只五只 哇 queezy man 这边有一只隐身巴比 直接开个五 差点被偷屁过 荒布子弹 咔咔咔咔 来到我们的一阶段 一阶段的话呢 在现在这个局数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小小的不够看的 不过我们尽量 让我们的马克 维持在二阶段和三阶段 右键 再来一发 定义波生 来我们这边 呜 这个英雄将军还开技能了 来换弹 直接来到猫戒 直接爽杀 来 大桥失变了 我们直接爽杀 哇靠 我们三发全部射完 全部射空 然后变到我们的一阶 一阶 再杀两只 僵尸的话呢 已经全部包围到我们身边了 我们的情景比较危险 说实话 因为这局的话呢 我们 我的别的武器啊 为了辅助我们的马克三 我全部都拿的是 呃 配件武器 所以说 没有办法逃脱 如果我们上去拿着四件套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行驶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啊 好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小鱼大家看一下 这么一个 栽变中 这把武器的表现怎么样 先不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地图 来 大家猜一下 321 这是什么地图各位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的 只要是稍微老一点的玩家 应该都是知道这张地图的 这开机这个黑屏 这个背景音乐 其实 不用小鱼多说 大家应该也知道 什么地图了 没有错 今天我们不打奥伯恩了 打的是 剧毒之伤 剧毒之伤 这张地图的话呢 也是非常经典了 我们就来试一下 马克这把武器 不过在大灾变模式中 小鱼还是推荐大家 去使用马克2 马克2因为可以装配件嘛 马克3的话呢 不能装配件 所以说还是比较淡疼的 可能在灾变中 还是马克2 更加的实用 那么一点点 然后就跟大家说了 今天的话呢 马克2小鱼装的是 六弓六吸血配件 所以说强度还是 稍微有那么一点高的 好吧 选上我们的马克2 Let's go 然后别的武器的话呢 配件方面什么的 基本上也都是没有的 基本上没有 有一个伤害 和一个生命配件 主要还是看 我们马克本身 然后这个角色的话呢 在新版本 不是新版本 在灾变中的技能 是开了之后 会提升一个护盾 并且呢 提升一个 我们主弹夹的 一个子弹数量三倍 他说是三倍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58 那就提升到158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的话呢 会给我们这个护盾 给了护盾之后 在护盾期间 我们的一个伤害提升 如果我们的护盾破了 会炸一下 然后呢 会提升这么一个 自身的移速 大家看 炸了 炸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自身的移速 就提升上来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不过 我个人感觉 这个角色的技能 在灾变里面 可能会比较的 比较的一般 可能不是很突色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角色在灾变中 是自带一个 爆炸弹头的插件的 小徐在这个模式中 是没有装任何插件 各位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每打一枪 在这个僵尸身上 僵尸都会产生一个爆炸 没有错 这就是这个角色 自带的一个插件 然后我们打的是 剧毒之伤困难难度 所以说 可能打的不是特别的快 右键 我们直接打一波血量 好的 然后左键 继续点射 马克2好处 好处在 我们可以加吸血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一直保证 我们自身血量的安全了 不过马克2的把枪 破墙速度 好像有点慢 将爆炸弹头之后 你们看这个破墙速度 依旧不是很快 所以说在真正实际游玩的时候 如果大家要去追求 这么一个破墙速度 我觉得大家可以配合这个角色 再拿一个 机械臂凯 我觉得会 破墙速度会快很多 因为 爆炸弹头 配机械臂凯 那射手 那爆炸 简直爽烂 各位是不是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紫僵尸也很烦 穷追不舍 干什么 爱上我们了 是不是 来右键 直接来割韭菜 割一波 咔咔咔咔咔 就仿佛策划 在拿这把枪来割我们一样 好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恶魔之子 剧毒之三张图的话呢 这个恶魔猎手 和恶魔之子还是比较多的 来 我们这里的话呢 是下马克三吧 好吧 马克二的一个破坏速度 大家已经看到了 是吧 一般般 我们下这个马克三 不过这里的话呢 可能有bug 还是这个位置不对 你们可以发现 我这个第一形态 这么一个马克三 他打不到这个墙 我们进入二阶段之后 他这个墙就能打到了 各位 所以也是比较神奇啊 这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是不是 马克这个右键的判定范围 也挺奇怪的 是不是 然后马克三的话呢 破坏速度就比我马克二快很多了 因为马克三的话 他进入到三阶段 我们直接使用他这个左键破坏 速度是快了很多 因为三阶段的话 伤害也提升了 OK 我们这边的话 直接已经把这个墙体给破掉了 我们这边的话呢 买一个近战武器 买一个光灵剑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吸血了 是不是 我们主武器不能吸血了 我们还是买一个光灵剑 吸吸血会比较好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呢 继续往前走一波 哇 好熟悉地图啊 我们再开一个技能 我们的一个护盾值提升 然后左键稍微点一下 好 2000的一个护盾值 说实话挺不够看的 这个2000的护盾值 在高难度的深化中 一下就破掉了 基本上 没什么太大用处 说实话 比起别的角色来说 没什么太大用处 并且小区个人认为啊 这次新出的两个新角色 我个人感觉是挺 挺不主流的 挺挺挺那个的啊 我不是说这个角色长得非主流啊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角色 也是没问题的 只是说这个角色的这个 技能设计啊 各方面的可能 感觉挺敷衍的官方 你们知道吧 哇靠好卡呀各位 哇靠怎么回事啊 好卡各位 哇靠 露眼可见的吊针啊 What the fuck 怎么回事啊 这个爆炸弹头 加上这么一个机械避改 这么卡吗 哇靠 最近CSR版本更新之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3060 带CSR将会卡 你们知道吗 变成英雄的时候会卡 刚进房间会卡 然后玩灾变的时候会卡 我不知道为什么各位 变僵尸也会卡 就那种卡怎么卡 就卡着一下 你电脑整个停住 你这个游戏整个停住 然后卡个两秒钟 卡的又好了 你们知道吧 我不知道是游戏问题 还是我电脑问题啊 我可我3060居然带不动 这游戏了 好的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打一下这个BOSS啊 就是我们的这么一个 极优师啊 极优师奥伯恩之后的 一个受害者啊 我们先来拿这个 马克尔来打一下吧 因为马克尔能吸血吧 我们就不切别的枪了啊 然后正好这个角色 也加强马克尔 是不是 我觉得就挺好啊 然后左键的话 可以发现啊 加上爆炸弹头的一个扶持 僵尸这个BOSS的血量 还是露眼可见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右键 反而我感觉没有这么一个 左键好用啊 因为左键配合上 那个爆炸弹头 再配合上我们这个技能 150发子弹啊 各位 哇塞 那这左键爽色了呀 对不对 其实我感觉 栽变模式中啊 这个角色设计的挺怪的 很不配马克 马克这把武器 本来就是靠右键输出的 对不对 他这个角色 反而是提升三倍扩弹量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官方 没有好好设计这个角色 这个技能 完全就是跟这把武器 背道而驰的呀 对不对 我们赶紧回一波血啊 赶紧咔咔咔的 无脑 无脑右键 赶紧咔咔咔咔 赶紧切剥西瓜啊 赶紧把我们的血量回上来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的迪欧斯 还有一点点血量 他已经快不行了 这迪欧斯 已经虚了 迪欧斯已经虚了各位 最后一丢丢了 放魔子弹 最后一个右键 送他上西圈 来我们重新买一个 他把我们向前震了 其实在栽变模式中 我们也可以有个玩法 如果在复活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玩一个丢枪流 右键射完了 我们再买一把 射完了我们就买一把 不用再就换蛋了 浪费这么一个时间 也是一个可以的玩法 各位 好的各位 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呢 也差不多这边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新角色卡丽啊 个人感觉在生化模式中 对于马克的提升更多 在栽变模式中 可能因为我也不怎么玩栽变 所以可能不是很懂啊 不过我个人感觉 比起其他角色来说 可能这个角色的技能 没有那么的特别突出 好吧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 也顺一下大家各位 拜拜